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来到Metro Town 介绍了一个新的楼包给大家 它的名字叫O2 它很接近Sky Train Station 而它的发展商叫Celtics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因为之前在Richmond 在Richmond Center对面 发展了一个项目叫Paramount 另外它在North Vancouver 也有一个项目 然后Vancouver website也有一个项目 起来叫Coco 我们来到Celtics Center 可以给大家更多资料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平面图 很清楚地说了O2的位置 和周边的配套 它说的是Metro Town 就是Metro Town很近的Sky Train Station 这个就是O2 这个是Sky Train Track 它有一个步骤 这地方不是直接在旁边 那里有很多坐下 就会有很多座椅在那里 所以就没有吵 然后它对面就是Metro Town 如果你在这个地区 要駕駛到Vancouver Airport 只需30分鐘 如果你乘搭Skytrain 到Downtown Vancouver 只需20分鐘 附近除了有Metrotown Mall 這裡也有很大的Central Park 附近也有圖書館 Mall內有T&T Supermarket 也有很多地方賣的常用品等等 看完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可以過去的模特兒 給大家看看整幢大廈的外形 現在這一座有30層樓的大廈 到這邊就是這個底層 就是租屋的大廈 這邊的單位是向南的 有什麼單位呢? 全部都是兩房和三房的 下面這裡其實就有個Concierge 應該是16小時的Concierge 然後Ground Floor 也有其他秘密 例如好像是Gym 有一個Infrared的Sona 也有Yoga Room 也有Meeting Room 或者是Outdoor Space 讓人坐在那裡等車或者等Uber 現在我們看著這一邊 就是向西的 向西的一邊 這些單位就是一房 那邊的就是兩房的單位 然後去到這邊 向北的 其實這邊就是Sky Train Track 然後這裡就有一座大廈 所以就不是貼著Sky Train Track 所以這些單位 其實它全部都是一房或一房間 加訂 那座大廈也是兩房間 所以如果一房單位就是沒有向南的 向南的全部都是兩房或三房 如果大家想著投資買一房或一房加訂 就要選擇向北這些單位 或者向西和東 所以現在這個Model Go To 我便可以進去介紹一個他們的Selling Point 以及可以Go To一個兩房單位的Show Room 我來到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三個Poster 亦都是我當時看到這個Preset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三個Point 我覺得已經沒有吸引很特別 因為這三個Point 是其他很多Preset或Condom 是我沒有見過的 第一個 Steam Shower可能其他High End也有的 但你不聞過 有它這個房間 逢親兩房三房 都會有一個Steam Shower 在它的Master Bedroom 那如果一房 你都可以做一個upgrade 因為一房地上是跟Bath Club 那你就可以upgrade到它做Steam Shower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Filtered Water 它每一個Kitchen 都會幫你製造一個Water Filter 那你只需要換Filter 那你就可以拿到乾淨的水 而第三個就是Purified Air 這個Purified Air 就真的不錯 因為現在大家都怕 訂粉 或者總之空氣不夠清新 那整間大廈的Aircon System 都是用了Commercial Grade 去合了一些不乾淨的空氣 那所以直接在那個Unit裡面 就好像大家看到其他空氣 可能有一個Heat Pump 另外換Filter 那這個就是裡面 有Heat Pump在整個大廈 有一個Commercial Grade 這個系統 那Shower就會幫你換Filter 那你就會很高興它 有新鮮的空氣在大廈 以及在Unit裡面 那現在說了它三個Seven Coin 我們可以去看看它那個 兩房單位的Show Room 那我們去Show Room之前 讓我展示給大家看看 有兩個Color Scheme可以選擇的 那也是一個淺色一個深色 那它的淺色 比起其他淺色 我覺得已經是深了 因為它那個Dark Color Scheme 是很深色 是有很多黑色的元素 這個在歐洲也是很流行的 而且它看起來是更多獨立 所以它們今次的Show Room 都會是用了深色去做的 那我帶大家去看看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Show Room 它就展示了一個C4的單位 是兩房間加兩個洗手間加一個釘 有843呎 那你見到其實這個它展示了 是兩個Balcony 但其實如果去到13樓或以上 這個Balcony是一個Long Balcony 那這個單位是向南的 那你見到這裏 其實我站在入口 對著這道門其實是一個Closet 然後這一邊才會是Washer Dryer 但因為它現在的空間的問題 就Combine在一起 那就看到了 它用了一個Full Size Stack-Up的Washer & Dryer 這個是給兩房和三房 如果一房的那個Size 會compact size 會變成24吋的Bloomberg 我們進來 首先會是第一個洗手間 Size來說其實不錯的 而且它那個Sink這個位置 這個兩房都很長 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這邊就有一個架 給你去放一些牙膏、牙刷、香水 那這個因為是第二房間 所以它是沒有Medicine Cabinet的 就會在一個En suite bathroom 那如果這個只是一房單位 這裏就會有Medicine Cabinet 那也可以開一些櫃給大家看 因為它的櫃都挺漂亮的 我覺得它有些玻璃在旁邊 然後也有很多空間 那上面這裏也有多一層給你擺東西 而且你看到它這個2nd bathroom 是一個bath tub加shower 然後它所有磚的顏色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黑色很高貴 它就wrapped到上頂的 那現在我們就走進去這個citchen area 那這裏是Dark Curler Skin 所以全組很黑 你看到它的櫃 又是Counter Tone 又是黑 然後Back Splash是黑 那它也好 Back Splash是一片過 容易打理 這個呢 就是我之前說的Water Filtration 每一個單位都會有的了 那所以你可以在這裏用水 用來煲水喝 或者洗菜都可以用這些乾淨一點的水 那它都Standard的 有了這個冰箱 冰箱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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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很好的就是有這個 這個櫃 因為很少兩房單位 或者一些condo 是有這個 叫做Lamance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Lamance 就有兩層這個 除了這邊之外 這邊也有 所以是有兩邊架的 那當然如果你說 我不需要那麼多 我又想要一個酒櫃 其實可以在這裏後面 換了一個酒櫃 這個變成shelving 就不是一個擺包的櫃 然後它就會用了一個 暗口的gasso 在這裏 這個843呎的單位 它都給了一個 有少許空間的dining area 不會好像 沒有什麼位置放就只有廳 其實如果這個兩房單位 你們是打算 兩個人住 不需要一個 正確的dining area 其實可以不需要放 另外後面的sink 那裏 可以放三個位置的bar chair 就可以在這裏吃東西 變成是free了dining area 會有更多空間 而這個樓盤的樓底 是8呎白 這個是actual ceiling height 可能你聽說 沒有9呎那麼高 但是空間感都可以的 不是說很櫃劫的 我們來到這邊的電視廳 你們會看到 它的size 我坐下 例如看電視廳 其實都是中規中矩的 不是說非常闊落 但是一點都不窄 不會覺得很困難 我們首先看細房 這個細房 進來 這裡是放了一個green size bag 然後旁邊還有位置可以放床頭櫃 然後它這個櫃櫃 它就用了sliding door 這樣就會省位一點 裡面這些都是designer item 如果不是就普通一點的屋架 下面它加了一塊板 是designer item 所以這間房的size 就一半半 但幸好它也有個大窗 可以看出去 彩光好一點 這樣就舒服一點 我們看完細房 我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master bedroom 還有它有個釘 因為這個釘 它的位置就在master bedroom 隔壁 當然也是佔隔壁 其實它的尺寸 是好吃的 你可以好好地利用 其實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現在它就放了那個 這個櫃檯 辦公室 如果真的 這間房子 住在這裡 覺得那個衣櫃不夠用 這個可以變成一個 衣帽間也可以 那我們的master bedroom 就是這些 房間比剛才廣闊和廣闊更廣闊 房間亦有更多空位 因為這間房間是一個套房 這間房間也有一個洗手間 這間房間也有一個大小的衣櫃 這間房間不包 這是設計的項目 只是一個位置掛衣櫃 這些可能要自己加 我們可以進去套廁看看 進入主人房套廁 剛才提到有精神房間 有兩道門 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雙層的雙層 都不錯 因為通常我看到 八百多尺的兩房間 雙層的雙層是雙層的 所以雙層是實用的 櫃都像剛才的洗手間一樣 這個洗手間會有地暖的 它有radiant heat的洗手間 但是如果是一房的單位 就變成一房的洗手間有 因為現在外面的洗手間是沒有地暖的 你也看到其實主人套廁的磚是wrapped到上牆 所以整個洗手間都是wrapped著很漂亮的黑色磚 Steam shower就是這個 它會在這個洞裡噴一些steam出來 如果你有使用 essential oils 你可以放在這裡噴出來的時候 整個洗手間都會非常之香 也就是steam shower 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所以這個洗手間因為wrapped整個牆 我個人都很喜歡很漂亮 我們現在可以出去看看 還未介紹的就是balkony 因為這個單位可以在master bed 繼續錄出balkony 而這個balkony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在13樓以上的牆最長型的 如果不然它就變成一個在中間的帽 然後這裡有一個露台 所以你買這隻就長很多了 也都非常闊落很舒服 因為暫時現在旁邊 大部分都未蓋高樓大廈 所以還有一個很漂亮的open view 但是因為整個metrotown 現在正在發展 所以不能保證 你是哪個permint view 因為下面那些 隨時可能已經蓋著 或者將來會蓋著 所以因為metrotown 已經發展得很厲害 所以暫時這個樓盤來說 我會說周邊都是open 但是將來就不知道 多謝大家收看我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立即聯絡我 因為現在pricing 或者share fee 或者deposit structure 都暫時沒有的 但是我會收到第一手資料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就立即跟我說 因為隨時會有新資料 或者隨時會開賣 我都可以立即跟你們分享 多謝今天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個like share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就會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